隨著時代的更迭 許多族人離鄉背景到都會區謀生 更是將文化殆盡城市 像是在基隆的太平洋社區也形成獨特的新元鄉 每年8月都會在社區空地舉行豐年祭 不過隨著城市發展 空地蓋起了高樓大廈 也讓原本能夠使用的閒置空間也越來越少 就連能夠申請路權也都被壓縮 我們那邊設計在蓋兩棟房子 這樣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就是只能到別的設計的地方來跳舞 我們都會去派出所申請路權還有管制 現在申請路權只有一半 我們去跟兩邊的管委會協調 另外一邊管委會 他說他肯 另外一邊大樓管委會 他說路給我一半 那一半怎麼辦活動 基隆市原民人口將近一萬人 目前僅有其後部落設有聚會所 而像是太平洋社區借地辦豐年祭的社區不在少數 基隆市議員就表示 情況朝向工地撥用的模式 打造一區一級會所的願景 請他在幫我們爭取里民活動中心 就興建里民活動中心 以後只要我們原住民的活動 我們都讓他辦在里民活動中心 因為比較大 也不會說因為空間的問題 讓我們活動的場地有局限 給我們原住民有個社區他們自己專屬的活動廣場 希望我們部落一區一個聚會所 他們也希望中央的原民會能夠極力的來幫忙 我們基隆地區的原住民 隨著時代的遷移 越來越多族人移居到都會區落地深耕 但最實際的場域不敷使用 也間接造成族人在文化時間中困難重重 族人也期盼相關單位可以有更多規劃及思考 讓傳統文化不因族群軒移而中斷 原新聞感受麻藥 許家榮把號 基隆市採訪報導